树林里有两条分叉路 而我,我选择了小人走过的一条 就是这样有了天渊之别 罗密福斯 碑斯省又宜听国计划制作 所选择的路 吸家长的指引 我们的家庭有一个 六个半月大的Skyla 她是个宝贝女 她被诊断出有听国的障碍 对我们来说是有点震惊 事实上不是一点 是非常震惊 我们有一个五岁大的儿子 Scott 他是早产了很多 他出生的时候只有一磅多一点 Scottie 他出生的时候肺部有问题 心脏有问题 还有脑部有出血的现象 除此之外 在他出院之前 我们还发现他可能有障碍 基本上感到五脏六腑 好像撕开了一样 我甚至想都未想过 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想没有人想到 这些事情会发生在她身上 我觉得很困惑很难过 我实在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 憂慮? 我们的憂慮 是 这对于我们全家来说 真是一件震惊的事 因为我们家没有人听过 有障碍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也几乎崩溃 我的父母最初是非常难过 我爸爸非常担心 他没有办法和我儿子沟通 我的意思是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因为他可能完全听不到我们说的 我们以为可能没有方法教他怎么沟通 我们最大的忧虑 就是听障对于社交方面的影响 这个障碍会不会令他很孤独 有一个时候 我有类似说过 你知道啦 我们仍未确定发生什么事 我们未接触过耳聋的小朋友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仍然不是真正知道 聋人的世界是怎样的 我的心有一些很不舒服 很不安乐的感觉 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 听障有问题的BB 以后的日子 我们究竟会怎样呢 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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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re these? Eyes And what are these guys?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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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在Skylar出世之前 移民到温哥华 我觉得很孤单和很隔忙 养育一个有听觉障碍的小朋友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加上你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 现在BB就出世 所以要面对的挑战是三倍、四倍 我的意思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她将来能不能上学 回正常的学校 她以后能不能駕駛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她为什么会有听觉障碍呢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到目前都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帮她呢 女情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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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合作 伙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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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Jasmine 我是贝斯省友谊听国计划的Laurie 我和你的听力学家聊过 我在想你需不需要我们找一个翻译 我对贝斯省友谊听国计划的看法是 他们可以帮助家庭踏上他们要走的路 我有机会和贝斯省友谊听国计划的Laurie Bell 她给了三个机构的名字 我知道我是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 我自己可以选择最适合我们家庭的机构 选择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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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BB出生时不会带本使用者手册或其他东西 有很多细节你都不知道 当然家人和朋友在某些时刻可以帮助 但对我来说 尿养人士可以为BB学习语言提供技术的支援 初次和尿养人士会面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她是一个很熟悉我的儿子听国问题 和听障的影响 她在我们家四周观察之后 就可以指出你可能另一个儿子会有烦摇的事情 例如一些会发出噪音的家庭用具 我们是在Bella Kula 我们每个月都会来和她的助听器拿新耳膜 有她们的支援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觉得得到支援的不单止是她 还有我们 而且解答了我们如何帮她改进的问题 这个老师真的很好 她会提议一些我儿子可以和我女儿一起玩的游戏 而且有时候她会给我们一些可以跟进的建议 我们和家庭联络员间中也有查续 有一晚有一个耳聋的大人一起来 于是我们就聊起来 认识一些有听障问题的朋友 有帮助的感觉也不错 让你知道外面有一个社区让我们更多认识 她还会叫我们更多动脑筋 或者你可以做些事情 你有没有试过这个 有没有试过那个 只要一起我们就会想到一些主意 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有些政府机构 会派人来到你家 这些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其实没什么很害怕 他们来帮我们 他们不是来拿走任何东西 这个就好像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 你知道了 作为父母 没有人像我们那样了解我们的小朋友 但也没有人像尿液人士那样了解这种障碍 大部分人拒绝的原因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他们不想接受事实 不想接受那个BB是有些问题 而我最初 我都不想接受 我们可不可以停一停 为什么不接受呢 如果有人愿意帮你的小朋友沟通 帮他所想的东西能够向你表达 帮他告诉你 什么时候要喝奶 是呀 小朋友不能够跟人沟通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很猛烈的 这些情况我们经历过很多次 眼见你的小朋友不开心 又没有办法告诉你 为什么是最痛心的事 作为父母 当你知道你需要帮助 千万千万不要拒绝帮助 当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意识到 我们需要决定未来的路向 因为这是关系到他一生的问题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只是单单说 这是上帝的意志 情况一点都不会改善 我知道Skyler 其实需要很多的帮助 来刺激他的听觉神经 我觉得尽快开始早期的疗育服务 非常重要 因为这样可以尽快帮到BB 运用他们的圣瑜的听觉能力 有听觉障碍的小鸚仔 其实是很能干的 如果他们能得到 他们所需要的支援 他们会成功 如果当时我们犹豫的话 Skyler便会错失 所有能够发展她的听觉神经的机会 甚至可能永远都 都聽不到的,永遠都 那些評估很有幫助 因為差不多是一份進展報告 例如有關他的身體活動能力、 說話和語言發展 評估還會為我提供一些指引 可以確保Bowen會跟隨所有步驟 我覺得作為家長 能夠預先知道將要面對什麼是很有用的 例如你會知道一個月、兩個月後 應該會做的是什麼 我們會一起努力訂立一些目標 當我們看到這些目標達到的時候 我們又會提高期望的目標 然後又會有第二個階段 我們就會繼續這樣向前推進 支持 支援 指引… 指引… 我叫Theresa 我是伴侶同行計劃的家長輔導員 我也有一個聽障的小朋友 我做家長輔導員 是因為我希望能令他們 有那種社群的感覺 在那裡有其他有同樣經歷的人 大家互相支持 他們都能夠維持幸福的家庭 能夠應付生活的挑戰 最實用的意見 很多時候都是來自其他家長 例如有時會有人問 你有沒有為小朋友的坐聽器買保險 還有些問題 好像怎樣幫一個六個月大的寶寶 固定好坐聽器 在坐聽器後面貼上的膠貼 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就會把位置固定得好些 有時跟另一個家長聊天 是一種舒緩 我們當兒子小時候 也有同樣的感覺 我想跟另一個家長聊天 和說一些勒手問題 比較容易 甚至是就這些專業人士的看法 提出的疑問 跟另一個家長溝通是容易很多的 有家長打電話來跟我們說 我們的小朋友也有這個問題 我們也會安心一點 我覺得我的小朋友 和其他小朋友是一樣的 見到其他小朋友發展到下一個階段 可以給你一些信心 你的孩子也可以 當其他家長告訴你 他們當時都很害怕的話 其實是有些幫助的 其實幼兒聽覺計劃 讓我們認識到 我們作為家長 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有一次我跟自己說 不要再分析它 我只需要專心做他媽媽 一起享受快樂的時光就可以了 那個是我真正的轉捏點 簡單說 寶寶就是我們的樂趣 在他出生之前 我們對他抱有很多期望 接著我們經歷了一場震驚 那時候我們覺得 夢想似乎是遠遠都達不到的 不過現在我們知道 我們渴求的東西是可以實現的 完全可以實現的 完全可以實現的 小朋友可以做到的事 真的令人感到很驚喜 技術、旅程、支援 令生活多點歡樂 享受你的小寶寶 這些家庭分享他們的經驗 希望其他家庭能夠找到支援 請聯絡幼兒療育服務 和他們攜手踏上這個旅程 來自家庭的生活 只要他的家庭 最愛是大概兩天 以及有餘地面 在家庭的小寶寶 自己已經屬於一天 直播之後 我還在兩天 感谢观看